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上午逛完二连国门 从二广公路的终点开启返城之旅 在二连加满游12点再次抵达恐龙门 如果就这样返回石家庄 小朋友也觉得不过瘾 我的想法是去转一转草原牧区 从鹅仁闹尔去脑木耕 再到洪格尔抵达四字王岐 晚上赶到呼和浩特 问了几个自驾的朋友 都不清楚鹅仁闹尔到脑木耕的路是否好走 所以还是保守一些吧 走苏尼特右旗上S101也叫G209 到格根塔拉草原然后再去洪格尔 那今日的行程二连到洪格尔苏木283公里 洪格尔再到呼和浩特169公里 路边出现了骆驼群 远处是二连塞乌素机场 精致的奇哈汽车站 戈壁上一座独立的院落 马儿悠闲的躺在地上 中午1点20到达塞汉塔拉收费站 直走就是上G55二广高速 我们要从国道出口出去 正好在苏尼特右旗转一转 苏尼特右旗的大街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 整个城显得特别清净干净整洁 苏尼特一词源于蒙古族一位部落首领之名 历史上苏尼特右旗曾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辽阔草原 出城后走上S101奔往护河浩特方向 这省道跟高速似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超速 这边的海拔大概1000多米 乌云可以连接地面 前方很可能正在下着瓢泼大雨 即将进入雨区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草原上的雨水把我们的玻璃冲洗得格外通透 冲出雨区这条省道像一条黑龙 这路况太完美了 大雨过后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 绿地上亮点越来越多 在省道上偶尔会遇到大货车 不过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路况 在这里开车确实是一种享受 一路上风景都特别的美 也可以遇到比较大的羊群和马群 还有一些农家乐蒙古邦 在内蒙大地上 低矮的小房子都会有颜色亮丽的外墙和屋顶 越走地上的草越多越密 起幅度公路非常有意境 快到格根塔拉草原 道路也更加的好走 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正在大面积的施工 格根塔拉蒙古雨 一位辽阔明亮的草原 因神州系列飞船降落而闻名 据说这里也是纳达木的摇篮 小时候央视还经常直播纳达木盛况呢 到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四字王旗 我们计划抓紧时间去洪格尔 看看塞北的布达拉宫 所以掉头回去转往洪格尔方向的岔路 就是这条岔路可以通往洪格尔 仿佛通往秘境 继续深入景色越来越迷人 光看照片可能都感受不完全 这一路上要是一直没车没人的话 开起来还真有点瘆的 不过远处又有羊群出没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草原霸主 汽车将至视而不见 路边的小牛这种眼神似乎很惊奇 我们在城市里会看到路上写着车让人 在这里还是车让羊 等羊的过程算一算 一只羊多少钱 这一群羊多少钱 等羊群走开继续向前 看到骆驼与马的草原约会 这一场景后来在呼伦贝尔路边也曾遇见 在这一望无际的牧区 不论是骑马还是开车 每一处都是不同的风景 下车休息一会儿吧 站在羊群中间 他们几乎都是一个姿势低头吃草 继续走在小路上 路边可以看到一些牧民的房屋了 随着神州飞船着陆地的名声鹤奇 洪格尔的牧民收入也着实有所改善 旅游经济在这里越来越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马上就到洪格尔了 神州家园摄影创作基地就在这里 远处隐约可见洪格尔苏木 走过一处军营 后面是洪格尔最靓丽的建筑 一座猛巷 街边很多建筑也都有着浓郁的藏式风格 在洪格尔苏木沿着101乡道向东走上山坡 可看到远处著著名的塞白布达拉宫 希拉木伦庙 抓紧时间过去看看吧 希拉木伦庙位于洪格尔苏木 始建于清乾隆23年 是四字王岐贵族出身的老布圣丹达拉布杰 其第一世活佛 学习藏传佛教后回归故里 为传播喇嘛教而兴建的 当时的希拉木伦庙也正在修正 此庙曾是四字王岐规模最大喇嘛最多的一座昭庙 在清朝时曾管辖过查哈尔隋远地区树石旗 和青海部分地区的喇嘛药物 从而号称塞北布达拉宫 其最鼎盛时期庙宇宣王气势辉煌 建有五大毒贡四大拉布人 四座庙舱 五座汉白玉佛塔及360余处喇嘛住所 参教喇嘛最多时曾达到1400多人 目前整座昭庙占地约一平方公里 其建筑均为藏式石墓结构 连山坡上的石头都被这种氛围浸染了 据说在1949年之前 美日等国际宗教人士多次再次举行佛式活动 所以这也算是一座在中外享有盛名的草原古叉 从侧面的小门进入有地毯 筑坛和壁画 还有相当数量由上等木材雕刻而成的供桌和无数供灯 等这里整体修整完毕看起来会更加气势恢弘 在寺庙的后山上还有抗战时期已留下来的战场碉堡和弹痕 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进一步的登山远眺 路边还有一座抗战时期的碉堡 尚书保卧河山 沿着公路向西走是一片小树林 回望来时的路 这一片草地就好像是麦田 时间过得真快 不经意间已经快下午6点了 今天就只能走到红个儿了 准备返程吧 眼前的这座大桥就是以神中飞船命名的神州大桥 今晚计划感到呼和浩特 所以沿着101乡道一直南下就好 不用再重回葛根塔拉了 前面的天空一片黑压压的乌云 沉托出草原风车格外的白 都说草原的蓝天漂亮 其实草原的天不管是蓝天 还是多云还是乌云大雨都有不同的风味 再次走上S101 前方又是大雨滂沱的景象 大约一个小时到达四字王岐 现在的景象就好像西边日出东边雨 前方天空出现了迷人的彩虹 七点整抵达哈勒收费站 距离忽视越来越近了 路上的车很少 虽然刚下过大雨 但太阳时隐时限 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从眼前掠过 此时太阳离洛山不远了 在绿色的草原上 黄色的房屋特别亮眼 越近近忽视 村庄越密 房子越多 七点二时抵达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 又见彩虹 这是一条长长的彩虹 没多长时间进入大青山最大 对面好像还在修呢 翻过大青山就是湖河奥特了 七点四时天还没有黑 抵达大青山收费站 八点进入市区 时间不早了 先找地方吃饭吧 晚上八点半 到达格尔勒阿玛港厂店 走上三楼非常的热闹 还有乐师在演奏码头琴 先上来赠送的小咸菜 这次奶茶为了照顾小朋友的口味 特意咬了甜的 服务员还端上一叠炒熟的小米 小米泡到奶茶里 每一口奶茶都要仔细的嚼一嚼 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我还是喜欢咸口的奶茶 这里的酸奶太酸了 一般人吃都得多加些糖 羊肉粉汤 很清淡的汤 大夏天玩了一天来碗热汤 别提多舒服了 主食呢 还是吃蒙古肉饼吧 来一张牛肉沙葱的馅饼 再来一张剁驼肉的阿拉扇 鸵肉馅饼 最后再来个素菜 沙葱炒鸡蛋 有点韭菜炒鸡蛋的感觉 搭这么一饭 简直就是绝配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十点 餐厅里仍旧人生顶飞 外面还下着小雨 沿着通道南街南行 看一看夜色中的伊斯兰风行街 新华广场这边也在修地铁 十点多 忽视街道上车依然很多 沿着新华大街 一直走到古楼丽娇桥 陆北的将军雅鼠也在修整中 古楼丽娇桥整体带有灯光装饰 还带有蓝天白云的图案 晚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有种太空穿梭的感觉 今天忽视的气温也不高 雨后的夜晚还是非常舒服的 明天准备在忽视转一转 带着小朋友长长见识 感受感受各种民族风情 那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书 我们播起来播散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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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卖 也別忘了那儿 你 感谢观看